身边的年轻人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渴望一夜暴富 去年以前 年轻人热衷的搞钱方式 是打打零工 做做兼职 搞搞自媒体 偶尔炒炒鞋 但是现在 他们找到了更快的搞钱方法 炒股 炒基金 以及 美港股打新 相比基金的开年暴跌 股市的捉摸不定 打新要更加短平快 因此受到一些年轻人的追捧 过去 美股打新是机构投资者 和高净值人群的专属游戏 高昂的资金门槛将大部分散户隔离在外 但随着老虎证券等互联网券商崛起 散户拿到了入场券 90后白领小燕 同时开了100多个证券账户 像刷火车票一样去抢份额打新 去年 它的收益率是200% 例如去年7月 电子烟制造商丝摩尔在港交所上市 用90万港元左右的本金 用多账户 加20倍杠杆的策略 实际申购了近2000万港元的份额 打中了4个以头 净赚40多万港元 它总结经验 股票是八亏一平一盈 但打新只要行情好 策略正确 就能博到不错的收益率 由于融资打新可以提高中签率 所以想吃肉的散户 在认购时通常会上杠杆 老虎证券70亿港元的 第一批快手打新融资额度 在不到一分钟时间就被抢光 维美港股打新提供通道和服务的 互联网券商们 也从中赚得盆满钵满 老虎证券2020年四季度净利润 同比增长近29倍 至1026万美元 这是一个金钱游戏 也是一门巨大的生意